今集杭州好味道 補身藥膳為你顧本培園 整個都醒了 傳統杭幫菜, 本款特色 大禮重油霸煉品味, 一定要嘗 我們還會夜探陽窩村 陽味滾滾, 實同和你惹味一番 杭州好味道 立即和你開餐 立即和你開餐 我們做藝人除了要有腰力, 腳力 努力之外 當然, 晉智的臉龐也很重要 是, 沒錯 但經常這樣, 日藝夜藝 真的很容易腦筋, 很容易冒 看看, 有就問了 想不就問的話, 就跟我來這間藥膳 這間藥膳的創始人 就是清朝的紅頂商人, 胡雪岩先生 在晚清的時候, 滿清有兩大藥堂 北有童仁堂, 南有慶儀堂 不過童仁堂的原子 因為戰聯的關係, 不知道去了哪裡 而保持原貌和經營 就只剩下杭州這裡的胡慶儀堂 而他們藥膳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用矜貴的中藥加入膳食 讓客人在用膳食之餘 更加可以強身進步 這裡的菜 大部分都是用不同的中藥做出來的 所以可以說, 你需要什麼 就可以在這裡補什麼 這麼厲害, 事不宜遲 馬上介紹給我, 好嗎? 好, 那就介紹這裡 到先, 在面前 好, 第一道就是白絲人參 人參有補氣補血, 燃煉益受的功效 老人家吃就最適合了 覺得怎麼樣? 人參真的很重, 人參味 因為我一向不太喜歡吃人參 因為我覺得很苦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 其實我不喜歡 但現在白絲鮮人參 包了點糖, 所以包含了苦味 有點甜, 小朋友也很喜歡吃 好, 吃吧 第二道是金箔扣肉 尚算金箔有鎮心肝、安芸拍 以及以致經簡風義之作用 老實說, 本身金箔有去外功效 但吃下去其實吃不到什麼味道 但這個菜, 這個藥線 那個梅菜扣得很漂亮 你要夾著這個餅吃才好吃 是嗎?我不敢吃這麼飽 因為有些鹹鹹, 有些梅菜是鹹的 所以這個可以包含鹹味 所以要夾著一起很好吃 吃完這個金箔的梅菜脊肉之後 我覺得個人心境平靜了 對, 沒錯 因為其實金箔能令你感覺到很鎮靜 而且其實它也補血 真棒 這個味道就是黃麒河蝦 黃麒可以醫治血虛、四肢發肥 腰塞酸軟和血壓高等症狀 很鮮甜 對, 其實蝦殼也要吃 蝦殼其實是補蓋的 那我不客氣了 你的年紀要多吃一點 對… 剛才說要給我一些信心 然後又來吧, 姚佳文 好, 再給你一些信心 我特地點了兩個湯 這個湯就是很… 那個湯就是足夠了 因為你倒下了 這個湯的湯就是挺淡茶的 湯其實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做到一樣的 可以去想ihi 這個湯是這一個湯 你女同時在要吃 味道做完 真的那麼多雕塑 它要吃完 我們今天吃完 然後它要吃完 才要吃完 像是無聊的 才能吃到 也有那麼多勉在 因為它的湯是去尽量 它裡面其實是用乳鴿煲出來的 裡面有種紅花和花旗參 是鑼血和養顏 所以女生吃下去也很好 那最適合你了 對, 謝謝, 最適合我 其實女生也很適合 嘉文, 今天真的沒有介紹了 厲害 你的皺不是比較少嗎 我吃完之後 覺得自己已經年輕了十年 那就好了 好, 請問一下 為什麼傳統的杭邦菜 可以留在一些傳統的杭邦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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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杭邦菜是中國的飲食界 絕對有極端興趣的地位 隨著時代的變遷 很多新的元素加入了杭邦菜 甚至舊代的杭邦菜也出現了 但是傳統的杭邦菜 仍然是大受歡迎, 格納不倒 老闆,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傳統的杭邦菜 可以流傳這麼久遠呢 因為杭邦菜歷史悠久 源源流長 早在四、五千年前 我們杭州的娘柱文化 就體現了杭邦菜 然後到了吳越國 然後再到南宋 南宋就在一千年前 這時候是我們杭邦菜 最興旺、最定層的時候 所以做了很多菜 就一直流傳到現在 因為杭邦, 這間傳統杭邦菜的酒家 足足有九十年的歷史 連總理周恩來也來過吃飯 我豈不是很榮幸嗎? 總理也吃過, 一定會很好吃 沒錯, 厲害 這個就是名鎮杭州的西湖醋魚 相傳這道菜在南宋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 說明是西湖醋魚 所以這道菜所選用的魚 就是西湖裡面的鯉魚 或者草魚作為材料 而煮的時候 也不能超過三分鐘 如果煮久了, 就會蠍蠍蠍蠍蠍蠍 吃一口西湖醋魚 好, 其實這道菜在很多地方都見過 但第一次在杭州吃到這麼傳統的菜 對 其實不只是醋魚 其實它的味道有點像咕嚕肉吧 一點, 但不太像 一點味道 一點, 它的醋味很香 因為我相信它應該是用很漂亮的層醋 鱷魚雞 誰都知道出自一名飢餓的鱷魚 但怎樣煮才好吃呢 首先, 雞要用杭州潮山出產的雞鱗 至少三斤重 醃它兩小時後 再用荷葉包得漂亮一漂亮 最重要的是用酒香來烹熟一整 再烤三小時 這麼美味的鱷魚雞, 那就煮好了 肉質很有咬好, 感覺有好感 咬下去會有點彈牙 對, 雞可以做得這麼滑, 這麼入味 而又是所有的雞皮和雞肉 我沒有吃雞皮很久, 吃過雞皮和雞肉 完全不會覺得肥膩 是, 沒錯 而且肉質有很多時候吃的雞 只是皮的味道 但這隻雞裡面也有味道 對, 這個做得非常好 這個叫白雞, 厲害 至於這個就是龍井蝦仁 大家千萬不要看這個菜 外表平平無奇 其實很考大豬的工價 除了選用新鮮的大河蝦之外 煮的時候更加要用豬油起鑊 而且時間不能超過15秒 如果過了時間 你吃的時候可能變成龍井蝦米 這個蝦仁很特別 不, 我們好像在香港吃的蝦仁 很小粒 這個比較大粒, 而且很咬喉 因為它真正正是用這裡的河蝦去做 肉質很鮮, 很彈牙, 很爽 這個冬波肉是不是很精型剔透 煮冬波肉要好吃 首要條件就是要挑選漂亮的五花藍 切到快快, 剛好兩吋半之後 再用大量的黃酒以慢火 蒸煮一個半小時 肥而不利的冬波肉, 這樣就製成了 真的很大件 我先嘗嘗這一塊 但我覺得它的皮好像很厚 咬下去嘗嘗 配上皮色 很鮮, 很鮮, 很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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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的肥骨蝦 一點也不是油膩 它加了少許頭, 少許甜味 肉質其實也有口感 很鮮, 甜味和酸度很適中 它面頭冬波肉上面的肥一點的部位 看上去, 其實我也很怕吃這麼肥 但我連上一塊咬下去 真的不覺得肥 因為它的油是絲菇的做法 就是全部擠出來 因為豬皮很有咬口 我真的想吃一口 不知道是否這個人開始成長了 喜歡一些傳統的菜和傳統的做法 今次來到杭州 今天可以再嘗嘗傳統的杭州菜 真的很開心